晚安你好 欢迎收看民事夜线新闻 我是刘方慈 接下来这个中头 我们将给您今天最及时的 国内外大事报道 首先要来看的是大选倒数24天 那么总统证件发表会第一场 在今天晚间登场了 其中要代表韩国瑜出征的 韩国瑜他锁定战场 第一题就抛出了国家主权的议题 那么他也要求蔡总统对于统独来表态 甚至还要求蔡总统大喊三声 中华民国 不过蔡总统他也回击说 韩国瑜他进中联办 强化一国两制的氛围 就连国民党不分区的立委名单 都非常的让人不安 蔡总统还批评说 是中国利用九二共识来掏空中华民国 但没有想到韩国瑜却还是依附在 虚幻的九二共识之下 好 首场的总统证件发表会 韩国瑜他还发毒誓 他说要是我选上的话呢 我就会成立特征组 我会要求法官要严格的彻查我自己 那么一旦我被关的话 我一天只会吃一餐饭 好 不过对此呢 蔡总统也立刻回唱说 不只是闺蜜变主蜜 就连豪宅案都回避 就连现在也都交代不清楚 哪还需要等到选总统给特征组查呢 好 虽然今天只是政见会而已 但是韩国瑜和蔡英文双方已经有浓浓的对抢火药味 好 今天蔡涵两个人是速度交锋 韩国瑜他高雄市长其实当不到三个月 就立刻请假来拼这个总统大选 高雄市政上演了空城记 好 今天蔡总统也抓紧这个机会很酸 说真的是史无前例了 那么就连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 他也喊话说 要韩国瑜回去好好当市长 好 不过对此呢 韩国瑜倒是信心满满 他今天政见会上列出了洋洋洒洒的市政政绩 要证明自己不是没做事 好 今天晚上的总统政见发表会呢 韩国瑜他也打起庶民总统形象牌 他批送了蔡英文说让经济倒退 好 不过包含公司解散 或者是台商回流投资等等 也都被蔡总统回击说 是拿这个错误的数据来乱指控 那么对于韩国瑜现在所深陷的豪宅买卖的争议 韩国瑜他也回骂蔡总统炒地痞 不过蔡总统则说 庶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被假冒 还被当成选举工具 你30多岁是买土地 我韩国瑜有说过吗 你买十几块土地 若干年之后 你把土地全部卖了 你赚了1亿8千万 我有说过吗 好 今天这场前哨战 三个人是首度交锋 韩国瑜也在会中提到说 我现在年纪大了来日无多 宋楚瑜会后就要韩国瑜说 请你好好保重身体 好 不过回顾今天整场证件会 其实韩国瑜他几乎没有提出任何的证件 反而都是在批评蔡政府 甚至还大声的高喊 中华民国万岁 更要蔡总统也跟着喊 好 不对此呢 蔡总统他也开酸说 希望韩国瑜到中国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喊 好 我们接着就带来关心这个新庄王小姐的争议 今天是周刊再度的爆料报导说 韩国瑜和他这个女密友 新庄王小姐在2013年的时候呢 在新北市新庄购置了一笔600万元的这个房产当中600万元 这个款项金流正时就是展卷来自于韩国瑜的 好 不过大家也质疑说他在2013年的时候不是才刚刚当上北农总经理吗 好 当时他也有房贷 再生到底是怎么样周转这个大笔资金的 对此这个韩国瑜的民间好朋友黄文才啊 他强调当时三个人只是一块投资 好 但是当时的确也没现金 不过事后他也坦言说这个韩国瑜 他变卖了股票来还钱 好 韩国瑜竞选办公室总发言人王浅秋也特别强调 只是单纯和朋友的投资行为 好 这起韩国瑜私生子案 今天是最新被周刊爆料说掌控了 韩国瑜在2013年汇给王小姐这个600万的金流 好 其实王小姐是由高雄轮船公司董事长黄文才 介绍给韩国瑜认识的 是韩国瑜的牌咖 好 先前因为被名嘴指涉说 他卷入了韩国瑜的私生活 好 甚至还带儿女到医院来验DNA 好 至于之前被影射的 就是她的姐姐 则是已经当了外婆 好 对韩国瑜的爆料 其实是一桩接着一桩 好 另外还有就是时代力量地委黄国昌 他先前踢爆的 就是韩国瑜的岳父李日贵 这个曾经在云林经营个沙石场 但是如今是掩埋了废弃物 好 对此国产署今天上午特别派员前往这里来开挖 好 不过李日贵的儿子 也就是现任的现议员李明哲 他是特别动员群众 还带了白蛇白龙王到场说要驱邪抗议 好 就痛批说国产署根本人为政治打手了吧 好 不过倒是黄国昌回击说 不用急着否认 因为有没有违法 等开挖出来检测就知道了 我有财产署派出怪手到云林锡罗大通沙石场就职开挖 韩国瑜的七舅 现议员李明哲也现身 当场大秀拳脚 证明当时是想成立武术园区 李明哲还带了应援团 请出白龙王 这位白蛇驱邪助政 抗议国产署 配合政治打手 进行政治操作 非常非常的恶劣 今天国家的选举 请问蔡政府 你没有别的事情可以搞了吗 你只有烂泥巴可以挖吗 那请蔡英文来挖啦 看看你可以挖到什么东西嘛 烂泥巴让你来挖 只会砸泥巴 卑鄙无耻到了极点 今天是立委候选人抽这个耗赐的日子 其中彰化了部分 国民党籍的县长王慧美 他特别到场站台 但没有想到 讲到总统候选人的名字的时候 他喊的却不是韩国瑜 而是宋楚瑜 好紧张的让站在一旁的 立委候选人谢一凤 赶快用手肘顶了一下王慧美 提醒他口误咯 抽出号码顺势喊个口号 国民党彰化四个选区的立委候选人 在热腾腾的号码出炉后 县长王慧美也特地来站台 讲到一半麦克风似乎有问题 赶紧换一支继续讲 但接下来换嘴巴出状况 讲到总统候选人竟然喊出亲民党宋楚瑜的名字 旁边的谢一凤尴尬的用手肘顶一下 还有人忍不住叫了出来 难道身在蓝营心在局 王慧美赶紧攻守成亲 骑声喊口号 但此鱼非比鱼 王慧美大喊一句 宋楚瑜虽然是口误 但恐怕有人脸上三条线 有人脸上笑嘻嘻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国民党桃园市立委候选人 陈庚德的儿子 日前在网路上po文 质疑说这个老爸包工程的方式 还批评说这个我爸爸就是政客 对此陈庚德 他是大动作召开记者会澄清 强调自己绝无不法 还说儿子会这样子po文 是因为物交损友 天气变化大 顾好免疫就不怕 记得喝贵格活灵芝 怀道学院现场带来关系的是 香港新界的坟岭公路 今天发生了一起恐怖的夺命车祸 有一辆双层巴士 离奇地撞上了大树 造成三个男性还有三名女性 总共六个人不幸死亡 另外还有四十几个人受伤送医 发生车祸的是978号双层巴士 下午四点十八分 在坟岭公路往上水的方向途中 突然离奇地撞上一棵大树 巴士的左边和上层车顶 在撞紧力道之下被削开 毁损十分严重 座椅外漏 车头挡风玻璃破碎 还有乘客被抛出车外 断手断脚 血肉模糊 让人触目惊心 至于车祸的原因 警方正在调查 香港近年来重大交通意外频传 最严重的是去年二月份 大浦公路的巴士翻覆事件 当时造成19个人不幸死亡 好 镜头回到台湾来 同样也是一起车祸 但是还好有惊无险 嘉义市高龄85岁的老先生 他驾驶自小客车 行经名全路的时候 疑似是因为想要踩煞车 但是误踩油门 车身爆冲 最后直接像这样子 卡在电线杆旁边 后天是澳门主权移交 中国满20周年的日子 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今天下午就抵达了澳门 准备参加一连串的庆祝活动 好 不过不少香港媒体机构 还有记者是被禁止入境的 香港民主派人士也没有办法顺利搭上前往澳门的快船 好 现在澳门的维安颇有如临大敌的味道 好 广告回来还有更多的外电消息 美国众议院在今天深夜针对总统川普的两项弹劾条文 将要进行辩论和表决 好 但是民主党在众议院是拥有233席的 共和党只有197席 所以在多数优数之下呢 是挡下了临时动议 好 接下来按表定是还有6个小时的辩论 之后才会表决 好 所以事态会如何发展呢 川普究竟会不会面临弹劾 还难以预料 好 夜线新闻最新的财经焦点 首先带来关系的是台股今天的表现 好 今天台股加群指数中场是来到 12122.45点上涨了25.44点 成交量达到1478.18亿元 好 另外美股的表现如何呢 目前星期三三大指数 首先道琼根据指数来到28290点 这个标普500是来到3193点 科技类的纳史达克指数则是来到8831.79点 接着带来关心今天的国际邮金价的部分 好 金价是小跌了 目前是来到每盎司1474.14块钱 油价则是来到每桶65.76块钱 好 我们焦点回到国内 带你来看现在选战倒数24天了 政治人物是不分就业勤跑行程 好 今天晚上的月夜月政治 我们带您前进的是高雄大奇美地区 寻求三联邦的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邱易盈 她是怎么样跟选民拨钢锦争取支持呢 我们来自现场的最新状况 交给记者佩馨 好 谢谢佩馨的现场连线 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我们带您来看看 瑞典著名的冰鱼馆 用重2500吨1000块的冰砖打造而成的 一个晚上台币18000块钱起跳 马上就要迎接2020新的一年到来 那么今年的总统府前元旦升旗典礼 是由福人社主办的 当天除了有武龙武师 萨克斯风等精彩的演出之外 特别邀请到 亚锦赛U18世界杯 还有U12世界杯的台湾棒球队 代表来担任领畅团 时代立场立委黄国昌 质疑云林李日贵家族的 大通沙石场习悬场 疑似有违法回填废弃物的情势 因此财政部的国有财产署人员 在今天上午10点钟 是特别来到大通沙石场的旧址 开挖沙石准备要去送宴 但是李日贵的儿子 也就是现任的云林县议员李明哲 他也到场痛批说 国产署沦为政治打手了 他强调大通沙石场 早在18年前就已经退场 怎么刻意国产署选在 选前来开挖 难道是刻意带风向吗 回到民事新闻现场 一分钟一语带您看台湾 好 接下来我们交给英语主播 Celia和Ken 谢方子 Welcome to Formosa News Here's a quick take on the latest events from across Taiwan in one minute The candidates for the 10th Legislative Yuan drew lots for their ballot numbers today Not a few candidates showed up in costumes to grab headlines In response to KMT Chairman Wu Dunyi calling her a cursed woman President Tsai said the remark was an offense to Taiwan's democratic character and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The CWB will update its seismic intensity scale The levels known as 5 and 6 will be broken down into upper and lower 5 and upper and lower 6 for a total of 4 levels And the Taipei 101 Countdown event will feature a breakthrough firework produced by a Taiwanese company The standard firework can emit only one color but this one can change color up to 3 times Join us tomorrow morning at 7 o'clock on FTV Taiwan Channel 152 for full details on all these stories Back to you Crystal 好 谢谢 香轻轻锁定152台湾台 晨间七点的英语新闻 美国有一个运动创意的影像团队 他们是用童话故事里头的 阿拉丁王子变成了真人 这样的情节 同时还搭配上了极限跑酷 让阿拉丁和坏人 使用运动特技来展开大对决 新闻之后我们带您一块来观赏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您持续锁定稍后的 日夜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